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Gary Kovacek 我在Arcadia南部长大的 那个地方是叫Louis Avenue 自从1978年 我和我太太Barbera在这条街上买了一栋房子 我的房子是在波文街的西边 亨廷腾街的北边 你要做市议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Arcadia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我们的市政府总经理是新上任的 我们的财务经理已经辞职了 我们的娱乐经理也辞职了 我们刚刚和警察局经过了一段很长的谈判和交涉 我觉得现在不是找一个新人来市政府学习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很有经验的人来当市政府的领导人 我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城市 我觉得我十年的市议员的经验做得蛮有成就的 最少这是我听别人这样子对我说 我深信我有能力为这个市政府效力 我很想连任做这个市议员这个位置 我从来没有连任过 我做市议员是非常有经验 除了Harbert以外 我算是所有市议员里面经验最多的人 我很想Santa Nita这个商店 这个建策能够完成 我知道每一个作业都有它的问题 但是我会尽量地去帮助他们去完成 你住在Arcadia多少年 为什么你要选择住在Arcadia 我住在Arcadia有36年 我在Temple City长大的 在我在Temple City念高中四年级的时候 我父母在Arcadia第六间买了一栋房子 之后我父母又在Norman这条街上建了一栋房子 我跟我的太太在Shining街上买了一栋房子 这个街不是在Arcadia 而是在Arcadia的旁边 很靠近Rosemite Boulevard 我跟我太太都很想在Arcadia买房子 最后终于我们买了一栋房子 我们很高兴 之后就一直快快乐乐地住在Arcadia了 我六个星期大就开始住在Arcadia 这是1951年 那个时候我是只有六个星期大 我很喜欢Arcadia这个城市 最后终于在Arcadia买了房子 我很高兴 而且大家都知道Arcadia这个地方的学区是最好的 我认为了一栋房子